热门,崔永元再次提刘振云,翻开他当年高考作弊事件。 崔永元一直没有放过范冰冰,更没有把刘振云和冯小高忘记过。 2月20日他在一次的发文声称想要找他算一笔账,这也是在重提了冰冰之后,他的新举动也是在暗示着自己不会放过他的。 远哥声称刘振云先后进入了娱乐圈里面,但没过多久他就闻到了某种香味。 言外质疑其实是在暗讽他,并且佩图也是拿上了关于刘振云当年参加高考的一件作弊的坏事情来说话,向他讨要道歉与说法。 明百人都知道为什么远哥这时候拿刘振云说事情,也是受到了翟天林学术问题事件的影响。 再加上刘振云也同位名人,也同样在高考的时候作弊过,这才引起了袁哥再一次提他。 而且还不忘记提议把他也算是娱乐圈里的名人,更需要为此事向大家道歉。 早在某节目之中,刘振云受访的时候提到了关于自己是如何拿到河南省高考状怨的。 他自称是作弊得道的,而且是想抄什么都完全没有问题。 在节目之中主持人问到什么是小超时,他还炫耀着解释小超的种类。 受到了翟天林的影响,袁哥表示当下的刘振云成名之后就与冯小刚一起进入娱乐圈赚快钱。 这种错误的做法再加上学术上的作弊行为,它是需要向大家道歉的。 没有道歉,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当年别人的命运,但这一切却是成就了这么一个刘振云,这也是袁哥喊话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 翟天林已经移了处置,而且是把博士学位给摘掉了,回想一下刘振云,他是否需要向大家道歉呢? 。